小韵播报2022年10月27日 星期四农历10月初三 人营年更需月鬼丑日 法定工作日 红榜生肖 鸡 鼠 蛇需要注意 狗 马 养喜神方位 东南方财神方位 正南方宜 订婚 搬家 出行 宴会 出货 冻土 新造 装修剂 结婚 解除 置业 纳财幸运数字 3 6幸运颜色 绿色 灰色 脆色No 0.1有机 暑机人喜气相伴的一天 心情愉悦 思维敏捷 创意新颖 容易在大家面前展示出自己的才能 让周围人都对你刮目相看 贵人助力强 适合谈合作 与对方聊得很开心 且的才比预期中的要多很多 No 0.2子鼠 鼠鼠人今天心情舒畅 事业平步轻云 人气高涨 能得到大家的关注 另外 好朋友围绕在身边 时刻充满欢声笑语 尽情享受吧 说不定你的贵人就在朋友当中 No 0.3 四舌鼠舌人今天喜上眉梢 波折所事通通远离 事物发展顺利 机会向你敞开大门 迎来大家的掌声 有机会交到很好的朋友 外出走动参加各种活动吧 对自己有帮助 No 0.4身猴鼠猴人神采飞扬的一天 工作方面会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人际关系也稳步上升 心情十分愉悦 人逢喜事精神爽 就连桃花也特别多 单身者容易被丘比特之剑射中 恋爱者感情甜如蜜 有望步入婚姻殿堂 No 0.5银虎鼠虎人今天人际关系良好 适合与人合作 卓尔不群的表现容易获得对方信任 结果令人满意 感情不错 单身者容易因开诚不公而收获真感情 有伴侣者家庭不太和睦 容易起争执 沟通会让关系更加融洽 No 0.6丑牛 责任心强的鼠牛人今天有望得到领导的好评 心中一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而且还能按照计划把任务妥善完成 进展特别顺利 另外 容易有意想不到的按财进账 也可以抽奖或买彩票试下手气 No 0.7卯兔鼠兔人今天比较平顺 能较好的把握住事情发展方向 并且提出的意见容易被他人认同和采纳 不过玩乐心较重 可别让自己过分沉迷享乐中卧 建议在做好自己份内事的同时 应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会有新契机出现 No 0.8害猪鼠猪人事物繁忙 杂事不断的一天 让你焦头烂额 忙得不可开交 工作也让人大跌眼镜 花钱不可大手大脚 投资理财也不宜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失财几率高 No 0.9属龙人今天猪事不顺 心情不太美丽 容易受坏心情的影响而失去理性 从而与人发生争吵或做出错误的决定 并且购物欲望强烈 钱财流失得很快 建议你理智消费 做出合理的购买决策 No 0.10虚狗属狗人今天压力比较大 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导致会出现一些原本不该发生的错误 这不仅影响同事进度 也让你的效率大打折扣 另外还要多注意财务问题 容易出现失财的可能 No 0.11无码 鼠马人今天一心想着其他事情 做事不认真 就想草草了事 耽误同事不说 还容易被领导揪住小辫子 打起精神好好工作吧 还有就是做事容易冲动 说话口无遮拦 需留意人际关系 No 0.12未养属 洋人今天事业危机不断 缺少助力者 不仅事业有烦恼出现 而且生活不顺 知识增多 身心疲惫 切勿有冲动消费或投机取巧的想法 只有踏踏实实才能赚到钱